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2016年11月,四川新桥村的村民们正在田地里挖水渠 不曾想,他们竟然挖到了一个大炸弹,足足一米多长 这可把村民们吓坏了,赶忙请警察和排报人员阻止这场危机 然而等专业人员打开这炸弹后,却不禁笑出了声 还说这东西并不是炸弹,而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那么,这东西究竟是啥? 既然是宝物,又为何会被深埋地下呢? 1.挖水渠挖到炸弹 秋日的阳光洒在四川广汉市向阳镇新桥村的田野上 金灿灿的稻碎在微风中轻轻摇掩 2016年11月12日,村民们怀着改善灌溉条件的美好愿望 齐心协力在村边的田地里挖掘一条新水渠 挖掘机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产都有节奏的起起落落 仿佛在为村庄的未来谱写一曲奋进的乐章 然而还没完成工作 挖掘机就挖到了一个似乎很硬的东西 并且挖斗与这东西的碰撞声已引来了许多村民 操作员自然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状况 便连忙关了挖掘机 跳出了驾驶舱 心中忐忑不安地准备查看情况 不过等到操作员看清了那义物的真实面目 其神色却并未放松 反而更加紧张 原来在蝉斗下方 竟然有一个黑漆漆的大铁罐 差不多一米长 宽度也不容小觑 这样的外形不由地让人们往炸弹方面联想 而或许是有人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 村里挖出炸弹的消息 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阵阵涟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 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 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迹 聚集到铁罐附近 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俗话说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但此时此刻 眼前的东西反而让人更加困惑 这个神秘的铁罐到底是什么 它的出现仿佛打开了一个潘多拉摩盒 引发了村民们无尽的猜想和担忧 有些年长的村民忽然想起 这个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 好像爆发过激烈的战争 而日军当时使用的手段便是空隙 这段历史就像是刻在村民们骨子里的记忆 代代相传 从未被遗忘 所以其实不少村民都联想到了这段历史 猜测这个铁罐可能就是当年日军还未来的 即引爆的炸弹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一想到炸弹可能还有爆炸的危险 村民们的心里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 忐忑不安 这要真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有些村民却并不这么认为 毕竟要真的是炸弹 彼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应该早就被发现或是引爆了才对 何况这东西还未确定是什么 万一是宝物也说不定呢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要知道 广汉历史悠久 古代帝王之类的也在这里留下过诸多宝物 那些村民的猜想 可能也真的会成为现实 面对众说纷纭的村民 村之书王大伯深感责任重大 不过 他深知事关重大 不可调以轻心 王大伯深知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小心为妙 正所谓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王大伯毕竟只是村里的负责人 检验之类的事情他也搞不懂 于是他便和上级汇报了这件事情 并拨打110报警电话 请求警方的协助 而警察听到村里挖出了一个像炸弹的东西后 他们也是十分重视 派了许多专业人士前来勘察 并且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开始疏散居民 而此时形势也开始胶着起来 二是炸弹还是宝藏 随着专家们的到来 事态的发展如同一场扣人心弦的悬疑剧 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俗话说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他们不仅联系了当地环保部门 还请来了临时公安局增派人手 甚至安排了专门的排报车出动 可谓是做足了万全准备 很快 现场就变成了一个小型指挥中心 警员 防爆车和环保局工作人员 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 警方在抵达现场后 很快便疏散了围观的民众 而他们也怀着严肃的心情 开始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解 在了解到事情信息后 其实很多人也不确定 这大铁罐究竟是什么东西 以至于环保局的专家们 如同即将进入未知领域的探险家 要小心谨慎地靠近不明物体 他们首先采集了物体周边的泥土样本 这些看似普通的泥土 此刻却成了破解谜题的关键 样本被迅速送往检测机构 专家们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 就像是等待考试成绩一样 忐忑不安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根据检测结果显示 这个物体并不具有辐射性 也就是说之前因为好奇才闲来查看的居民 身体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然而他们深知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瓶颈 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随后排报小队开始对这个物品进行拆弹工作 虽然说这东西没有什么放射性物质 但实际上还是不能排除它是炸弹的可能 出人意料的是 勘探炸弹的机器竟然没有任何动静 专家们绞尽脑汁思考着各种可能性 他们注意到挖掘机曾经砸下了一层铁皮 这或许就是干扰检测的罪魁祸首 为了更准确的检测 他们决定使用切割工具 小心地去切下那层铁皮 然而 即便去除了铁皮 机器依然没有反应 这种结果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这个事情又开始直步不前 而根据专家们的评判 这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危害 而他们最终也选择彻底打开这个物品 破釜沉舟 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 不过虽然是下了命令 相关人员也不敢掉以轻心 仍然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除工作 而这个时间竟然长达三小时 而在清洁工作完成之后 切割工作也正式开始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故事的高潮 然而等到真相揭秘 所有人的情绪却是更多的疑惑 不过随机又转变为了欣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 瑰宝 铁罐被打开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过这里面却并不是炸药 反而是一些看起来有些古典的瓷器 这些器物造型就不像现代的产物 而其身也幼色清脆 散发着岁月的光泽 仿佛穿越时空 来到了现代 这意外的发现在村民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有人感到失望 认为白忙活异常 有人开始猜测这些瓷器的价值 还有人后悔惊动了警察 众说纷纭之际 广汉市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为这场意外带来了专业的见解 他们初步判断 这批瓷器极有可能出自南宋时期的龙泉窑 无论从工艺水平还是保存状况来看 都堪称真品 专家的话犹如一时机起千层浪 瞬间改变了村民们的心态 原本的失望和埋运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感 他们意识到 自己可能参与了一次重要的文物发现 不过彼时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些文物具体有什么价值和历史 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于是乎 这些瓷器被警方护送 到了权威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鉴定 而没过几天 这些瓷器的信息也被确定 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龙泉窑 而且来自南宋时期 并且其文物水平也相当重要 很多都是三级文物 而有些更是到了二级文物的情况 而这消息自然也被带回了村里 它们洋溢着欢声笑语 没想到只是想挖道去 竟还能有如此一番作为 参考资料 2016年11月17成都商报 施工队修渠已挖道炸弹排爆三小时 发现是宋子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